什么?李荣婚后净家暴 裴文轩告状要求离婚 谁家父母不希望看到自己孩子 家庭和睦 其乐融融的 也就李荣这个老皇帝 怕不是有啥大毛病吧 一天天的 不是怀疑这就是怀疑那 不断试探自家女婿的中心 哈的小两口只能搞地下情 每天做戏给外人看 人家但凡表现的一点甜蜜 他就要作妖 哈的李荣和裴文轩不得不假装合理 夫妻俩故意大吵一架 随后李荣出去游船 还对外宣称 叫了些长得好看的工夫陪着 裴文轩借机提借上眼拙肩 这才有了小两口单独的空间 两人运动了恩赐后才罢休 上完早朝后 老皇帝将裴文轩留下了 想要试探他升职一事 李荣本想给他的是 吏部侍郎一职 一个清水文职 没啥实权 这样便减少皇上对他的怀疑 李明渭试探他故意说 把裴文轩调到李部去 免得受人责难 听到这话的男主彻得慌了 要知道 李部和李部虽然同为侍郎 却是截然不同的呀 李部侍郎可是实实在在的 掌管着官员升迁的呀 可皇帝一开口 他也不好抗制 只能表现的 不愿升迁去李部 既然事情没有转机 裴文轩只能实行 B计划 转身跪地 以作案运动留下的痕迹为借口 速控李荣家暴 提出与平月公主合离 他将官服一把扯开 露出上体 尖头几乎见骨的齿印抓痕 混杂在裴文轩身上 李明看了一时间尴尬不已 又不得不问 俩人咋打起来了 裴文轩一顿控诉后 李明才对这对夫妻 放弃了一些戒备 并答应他稍后拟址 虽然办了离婚照 但俩人依旧没有分开 搞起了地下情 时不时的去对方府里 坐坐运动 甚至有一次 在俩人私会时 还让裴木给逮到了 吓得裴蓉赶紧躲了起来 裴木没发现是自家儿戏 以为裴文轩找了小桑 当即大骂自家儿子一番 两人知道老房地病危 苏荣卿谋反失败 才第三次结婚 结束了这段地下情 为啥生性多疑的李明 会纵容柔飞 拉拢苏荣卿残害皇子呢 柔飞原名萧柔 年少时被父亲 以二两银子卖给了宫女 成了宫女 当时的李明 还是一位不受宠的皇子 萧柔陪伴他 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李明登基成立后 将其纳入后宫 萧柔变成了柔飞 之后还生下了皇子李成 和公主华月 并且老皇帝 在李成年纪轻轻时 就将他封为了亲王 态度显而易见 他想让李成坐上皇位 为了让这个儿子 稳坐皇位 李明让柔飞的兄弟 掌控兵权 抬刚了萧家的地位 甚至想让柔飞管理李戎 一手建立起来的督察司 这么明目张胆的偏爱 也难怪皇后会想方设法 推太子上位 宠飞宠到这份上了 是不是以为老皇帝很爱柔飞 如果真这么想 那就太天真了 柔飞对于李明来说 有点感情是真 但还谈不上爱 从始至终 他也不过是李明手里的一把刀 老皇帝一边想要推翻世家 一边看中世家的高贵血脉 他对皇后是有感情的 当时夫妻俩的感情是很好的 因为上官月的一句 喜欢看天上的星星 李明便令人为皇后修建了北烟塔 后来才发现 皇后喜欢的是站在高山 看万家灯火 不过在上官月的心中 家族利益更重要 所以李明与他开始渐行渐远 在外人看来 皇帝很宠爱柔飞 但只有柔飞自己知道 其实李明从未给过他一点尊重 在他面前从不克制脾气 想打就打 想骂就骂 更没有想过为柔飞修北烟塔 就连柔飞自己都说 他不爱我 也不爱成儿 更不爱华月 我们在宫廷里 就是他眼中的污点 烂泥 只是他需要我们 利用我们 对于李明来说 柔飞也不过是削弱世家的工具 所以即便使他拉拢苏龙青 做苏龙的老师 甚至二人多次合作 意图扰乱李荣查案的计划 李明也会纵容他 因为他还有利荣价值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原来长相思名场面都在第二季了 长相思第一季大结局时 苍旋终于登上王位 成为戏严王 而屠山景也喜当爹 陷入死灰的小妖 想用自己的婚姻 帮哥哥巩固地位 这样倒也不错 至少风龙此生 只会有他一个女人 于是第二季一开始 就是小妖和赤水风龙的大婚 然后项柳用防风贝的身份 当众抢婚 表面上项柳抢婚 是因为和屠山景的交易 但实际上也是项柳对小妖爱意的表达 苍旋在坐稳王位的路上 一去不复返 为此他娶了一个又一个他不爱的女人 明明都是妹妹 阿念可以嫁给自己 为什么小妖不可以呢 苍旋心里一直有这么一个念想 所以在知道小妖和景和好如初后 苍旋的粗坛子彻离打翻 不惜设计杀害景 而小妖发现是苍旋杀了景之后 内心彻底崩溃 即使和苍旋同归于尽 也要为景报仇 可最终亲情的羁绊 还是让小妖没能下去手 小妖也抱了必死的决心 于是项柳一命换一命 救活了小妖 最后小妖终于等到屠山景 然而小妖和屠山景大分之时 却是项柳战死沙场之时 当项柳选择加入陈荣军 拼尽全力守护国家时 就注定了战场是他最后的归宿 虽然是项柳对小妖生情 哪怕当时的小妖还是男儿生 但在项柳的心中 责任大于儿女经常 项柳有九条命 在最后的大战中 她明明可以不死 但之前每次小妖遇害 都是项柳舍命相救 甚至最后一次小妖都不知道 对于项柳来说 战死沙场是她最好的结局 她终于可以摆脱被束缚的一生了 可是又能救她一命呢 不敢想这一段 不会不得有多惨呢 去年暑假当 长相思可以说是开启了一场全民狂欢 以至于完结货的一年 大家还在苦苦等待 而今年我们心心念念的长相思味 终于要如约而至了 原著中的那些精彩名场面 也都在第二季 你更期待哪一幕呢